蔡轰假消息来自对岸。制造对立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中,15日在台中复选站台时指出,年底选战激烈,某些假消息甚至来自对岸,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呼吁要守住台湾的价值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15日前网中部,为台中市长林佳龙,南投县长参选人红国号站台时表示,年底选战激烈,这次选举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假消息,某些甚至来自对岸,假消息会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台湾选举,呼吁大家保护台湾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。 台中市长林佳龙昨日成立竞选总部,蔡英文说,最近看到林佳龙遭攻击,有些是非常没有水准的攻击,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民调,能不能守护台湾价值? 能不能捍卫民主自由,改革与建设能不能继续推动,就看年底这场选举结果。 决战中台湾,选举战况备受关注。 蔡英文指出,她对林佳龙有信心,相信这些攻击不会影响到林的选情,但从这些攻击中,可以感受到年底选战真的相当激烈。 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,很多假消息来自对岸,假消息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选举。 蔡英文强调,这次选举要展现保护台湾的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,要透过此次选举展现决心,民进党的改革及建设会继续推动,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任务。 这次选举最关键就是台中市,为了台湾的价价与自由民主,大家要用选票,给认真努力的人一个公道。 蔡英文出席洪国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也指出,现在LINE。Facebook整天都在传一大堆假消息,假新闻,其中有些假消息不是台湾人自己弄的,是外面的人有目的,有组织的攻击。 蔡英文说,她已经跟政府单位讲,遇到假消息要赶快澄清,但讲清楚的速度,绝对不比假消息蔓延出去的速度。 所以她要拜托大家,看到假新闻,假消息,谣言止于智者,遇到有问题的简讯就要赶快查证,错的东西不要转发,澄清的讯息要帮忙发出去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中,15日在台中复选站台时指出,年底选战激烈,某些假消息甚至来自对岸,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呼吁要守住台湾的价值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15日前网中部,为台中市长林佳龙,南投县长参选人红国号站台时表示,年底选战激烈,这次选举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假消息,某些甚至来自对岸,假消息会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台湾选举,呼吁大家保护台湾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。 台中市长林佳龙昨日成立竞选总部,蔡英文说,最近看到林佳龙遭攻击,有些是非常没有水准的攻击,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民调,能不能守护台湾价值? 能不能捍卫民主自由,改革与建设能不能继续推动,就看年底这场选举结果。 决战中台湾,选举战况备受关注。 蔡英文指出,她对林佳龙有信心,相信这些攻击不会影响到林的选情,但从这些攻击中,可以感受到年底选战真的相当激烈。 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,很多假消息来自对岸,假消息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选举。 蔡英文强调,这次选举要展现保护台湾的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,要透过此次选举展现决心,民进党的改革及建设会继续推动,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任务。 这次选举最关键就是台中市,为了台湾的价价与自由民主,大家要用选票,给认真努力的人一个公道。 蔡英文出席红国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也指出,现在LINE、Facebook整天都在传一大堆假消息、假新闻, 其中有些假消息不是台湾人自己弄的,是外面的人有目的,有组织的攻击。 蔡英文说,她已经跟政府单位讲,遇到假消息要赶快澄清,但讲清楚的速度,绝对不比假消息蔓延出去的速度, 所以她要拜托大家,看到假新闻,假消息,谣言止于智者,遇到有问题的简讯就要赶快查证,错的东西不要转发,澄清的讯息要帮忙发出去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中,15日在台中浮选站台时指出,年底选战激烈,某些假消息甚至来自对岸,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呼吁要守住台湾的价值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15日前往中部,为台中市长林佳龙,南投县长参选人红国号站台时表示, 年底选战激烈,这次选举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假消息,某些甚至来自对岸,假消息会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台湾选举,呼吁大家保护台湾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。 台中市长林佳龙昨日成立竞选总部,蔡英文说,最近看到林佳龙遭攻击, 有些是非常没有水准的攻击,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民调,能不能守护台湾价值,能不能捍卫民主自由,改革与建设能不能继续推动,就看年底这场选举结果。 决战中台湾,选举战况备受关注。 蔡英文指出,她对林佳龙有信心,相信这些攻击不会影响到林的选情,但从这些攻击中,可以感受到年底选战真的相当激烈, 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,很多假消息来自对岸,假消息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选举。 蔡英文强调,这次选举要展现保护台湾的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,要透过此次选举展现决心,民进党的改革及建设会继续推动,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任务。 这次选举最关键就是台中市,为了台湾的价价与自由民主,大家要用选票,给认真努力的人一个公道。 蔡英文出席洪国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也指出,现在LINE。Facebook整天都在传一大堆假消息,假新闻,其中有些假消息不是台湾人自己弄的,是外面的人有目的,有组织的攻击。 蔡英文说,她已经跟政府单位讲,遇到假消息要赶快澄清,但讲清楚的速度,绝对不比假消息蔓延出去的速度, 所以她要拜托大家,看到假新闻,假消息,谣言止于智者,遇到有问题的简讯就要赶快查证,错的东西不要转发,澄清的讯息要帮忙发出去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中,15日在台中复选站台时指出,年底选战激烈,某些假消息甚至来自对岸,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呼吁要守住台湾的价值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,15日前网中部,为台中市长林佳龙,南投县长参选人红国号站台时表示, 年底选战激烈,这次选举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假消息,某些甚至来自对岸,假消息会破坏人民对政府的信赖, 造成台湾社会对立,更激化台湾选举,呼吁大家保护台湾价值,捍卫民主自由。 台中市长林佳龙昨日成立竞选总部,蔡英文说,最近看到林佳龙遭攻击,有些是非常没有水准的攻击, 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民调,能不能守护台湾价值,能不能捍卫民主自由,改革与建设能不能继续推动,就看年底这场选举结果。 决战中台湾,选举战况备受关注。蔡英文指出,她对林佳龙有信心。